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当处可以说是传统的管理方式 打越的 配伍器是手压式的 推拉式的 竹竹改变到 三人气带到越棒式的 不过就那套管理方式 确实是太累太累了 我管理国约说 每天打雨 拉响拉河 感觉是到老队了 我就考虑到 有什么方法能代替传统式的英工打妖这方面 怎么能改变大面积和现代化 操作的大约机械 我们当时就是说 什么都没有 没有继续治疗 血面也不齐全 困难是相当度的 这些时候遇到很重重困难 我没有想到放弃过 我就说 我们扬供了 左方插刀的治疗 经过 已经两年的世界 没延继起了这个重重学培伍机 你看这个大的 手上它就挖挤 底下的确实要 有要的地方 有没有要的地方 第一点产品 其实无法消化不好 但是比较笨拙 老伯兄在国业里 使用起来也不方便 老伯兄不接受 根据 老伯兄这个国院管理的特殊情况 多方便 我们调查研究 我们进行了第二点改的 第二点改的 感觉的 对我个人心目中 感觉是比较适合的 不过 到了天涯 学四页以后 学习时又不成功 打的太野了 你看 比如说你爸有点以下 打葡萄还是可以的 打这个果实 你看我们的果实 有得的三明代 对吧 而且这个过度就三明代 对 地 这些零上 我们想得太简单了 一个是四个端子 我解释 它为了小果 它是可以 这是为了过度 清度 就是有果 什么都不成功 小果都不太好 你把工作全部用在事業下 你可能在家庭方面 你就付出了相對的 要小得很多很多 在工作方面 因为我们家庭 所以从来没有脱落不平 到点 确立一步的支持我的工作 但是付出了很多 有很多的苦 有很多的瘀 都藏在心里 唯一知道它是不容易的 当时在困难当中 它肯定有傻疤 不管是怎么做 我肯定得自欺 一切内的机器 在五成功的地方进行学范围的改造 我那一系列学 我感到第二次后 我的付许 允许是值得 允许在这个太平 在市场上秀 广大就是 劳股性的欢迎 我也确实是感到特别的高兴 兄弟姐妹 父老相亲 创业有乐趣 资费有方法 想发财 多看发明明 每天一个小故事 总有一款适合你 以前那些明星比发明家 都赚钱 未来一回必满 搞发明还是很有前途的 微信搜索发明明 一定要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